2019年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 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 这一年香港觉醒 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碑息的觉醒 有些突然 但也由来有止 是香港市民的觉醒 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觉醒 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 再不会回头 李怡 香港觉醒筆录了李怡于2019年的政论文章 既有历史视觉的分析 却不留冰冷 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 也不失睿智 既是历史的初稿 读着甲序甲乙的时论文章 仿如置身运动之中 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优戚与共 同时能纵观大局 不迷失于旁之末节 李怡新书《香港觉醒》已经有现货发售了 大家可以亲民普罗或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 特价港币120元 谢谢大家 各位My Radio的听众丁家报的读者 你们好 My Radio和丁家报的YouTube频道 在近期履受黄标打压 令我们的广告收入大减 所以我在这里 愿请大家支持My Radio的节目月费计划 以及丁狗日报的每月月费计划 突破旺标议论审查 付费支持自由发释 请支持My Radio和丁家报 提提大家 My Radio和丁狗日报的月费 现在已经可以用PayMe缴付 大家可以素描画面的QR Code 或者输入画面的电邮地址缴付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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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舌 骂人 我上次也说过 我三十多年前 写了一篇文章 《历史的审判 人民的审判》 《公审邓阳理反人民集团》 《起诉书》 《征求意见稿》 《邓阳理反人民集团》 当时是邓小平 杨尚均 和李鹏 他们是主犯 很容易重犯 列举了那些人的名单 以及他们的犯行 结果现在那些人都死了 但是这是历史审判 人民审判 一样会继续审判 上帝也会有最后的审判 香港就是一样 现在我那篇 根据我自己写的这篇 《六四惨案》的《公审邓理阳反人民集团》 就变成了《公审》 香港的《林郑反人民集团》 只需要换几句词汇 说一些人名 很多词汇和最硬的 我32年前写的文章 现在竟然很有用 证明了时代是没有改变的 历史是重复的 人永远都是愚蠢的 我这篇是学大陆的词汇来写的 你知不知道 这个证明人类的不幸 就是能够这么说 即是人类的不幸 即是说 今天香港发生的事 是否六四二点零 如果是的话 即是证明 这几十年所谓的 经济改革 开放 基本上是一个假象 發财 但是不会拿品 發财之后 那些人更加賤 贫而嬌 贫而嬌 富而浅 现在真的是这样 因为孔夫子 两千多年前说的 有钱的就是嬌 财大气粗 道德敗坏 贪污腐败 窮的就是浅 浅味的浅 浅还可以说是 为了钱 什么都行制 这个就是中国人民的质素 你死不死 这个极权一定可以九元 所以到最后 就是想法轮功那四个字 就是 天是中国 要你养之于天 但是你这个天 在沉默着 他事而不见 听而不闻 上帝沉默了一段时间 不是 你不知道他沉默到何时 沉默了一段时间 七十年 在历史的长河很短 也够我受的 你不要这么说 是够我们这代人受的 我们这代人受的也不多 现在是下一代大祸 下一代大祸 你看到香港近这几天 近这几天 街头发生的事情 唉 你真是深刻 每一天都在上演一些罪恶 令人发指的罪行 每一天都在上演 就不是那些年轻人 上街示威那些人 是执法的人 是吗 就像今天台长写那篇 那篇 那篇画面很清晰 那一张照片就说明了一切 那一张照片就说明了一切 那老母子抱着他儿子 他儿子在那里哭 那老爸被人抓了上车 是吗 一家三口 就算他去参加这个静默的游行 那又如何呢 那又如何呢 是吗 你要制作一个这样的画面出来 令人更加痛恨你香港警察 你得到些什么 你林郑得到些什么 你一定遗臭万年 我告诉你百分之一百 这样 和然你的下一代一定 这样 是吗 即是那几位林先生 怎样抬头做人 你告诉我 到你林郑月娥下来了 是吗 那有些知科保护你 那你的家人呢 你的家人的朋友 怎样对待你的家人 怎样看你的家人 是吗 那两个年轻人 怎样抬头做人 你告诉我 是吗 下文二药 上天难欺 我告诉你 这个上天 不是说 我们说明明中有主宰 一定懲罰你 不是说这件事 上天难欺的意思就是 喂 你也不会得到安寧 你赢了怎么睡 你也不会得到安寧 在精神上 你也不会得到安寧 你可以通过一些政治手段 或者你幕后有共产党在撑腰 然后你现在可以自我感觉良好 对于反对声音 像谭耀宗所说 现在反对意见也没有意义 那这样说话也可以 你谭耀宗这个暗家产 这个公财 你为什么要六四的时候 在哭虎哭忽 演责共产党呢 是吗 你现在那种言行 是吗 只不过告诉别人 当初你那种哭虎哭忽 都是假的 只是跟大队 只是想着共产党 以为共产党也会倒党 对吧 就是共产党没有跟你算账 对不对 包括梁振英 他觉得你年少气盛 或者当时少年 没有时间跟你算这些账 因为六四呢 其实现在那些共产党的当权者 对他们来说 都是一个很沉重的包袱 我现在告诉他们 这些账一定是要算的 如果我们相信历史的话 是吗 二二八不用算账吗 江州事件不用算账吗 是不是 你猜你什么 耶路撒冷大审是什么 东京审判是什么 柳伦堡 你也不用算账 你猜 喂 我们那本是战犯明冊 以后再跟你算账 对不对 我们下一代就跟你算账 王毓民死了之后 下一代的人 就会跟你算账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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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用算账 对不对 你上去维经百科 你打转型正义 四个字上去维经百科 看看吧 你竹目惊心 什么叫转型正义 对不对 对不对 台湾 都要清算国民党 现在一路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关于现在的国民党 有什么事呢 请问 那他们是不是很难冤枉 不是嘛 这个政党继承了 你就是 对不对 他就清算你 对不对 对不对 不用算账 那笔帐不用算 对不对 你林郑月娥所作所为 对不对 你湯家怀也好 你吴秋北也好 你这班人的所有所为 以后不用跟你计算 对不对 你现在就抱着习近平的大腿 做人 对不对 美国我不去 对不对 就说这些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子女在那里 你杨润雄那些 你那些子女在哪里读书 你现在说什么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国安法是香港人的责任 来推荐 支持国安法 你作为一个教育局长 你说这些 是香港人的责任 他说 这么好笑 对不对 那你说这些是不是契弟 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你进了这个阵营 在这个集团里面 你就是蛮港财来的 对不对 7月1日可不可以这样说 说过超说 哇 你真是突然间这样善我 你真是 我说不行了 不说不行了 但他立刻就出门口 就被人去 当然照说 因为没有的 只要靠客 我就说了一句 前两天 黄丹又说 拉哪个 立刻拉 那今天就不告诉你 一定不会拉 那天 黄丹说 黄丹说 他真的叩咬得很厉害 黄丹说 所以有人才说 你老实说 我们平情而论 拉你和黎智英是这样的 看什么时候拉他 当然了 你很简单 上次拉你 扣留你旅游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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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道理的 那些这样的罪行 是啊 扣留就是 扣不扣让你走 找些人跟 你要申请改普適条件 就是你真的想走 就不是这样 这个邏輯就是成立的 你明白吗 你明明是想走路 扣你留给我 更改改普適条件 不但裁判处被共产党控制了 高等法院也控制了 是啊 你不想走 那你更改普適条件 去美国 你又要什么呢 那你这样 他就觉得你是想走 是吧 觉得你想走路 觉得你想走路 那就不接受 不让你走 就不让你走 就是这么简单 是吧 食得咸鱼 抵得渴 那你是勾结外国势力 是吧 你的动机是善良的也好 他认为你是勾结外国势力 而且是证据确作 我屌你 你说我收共产党钱 你又没有证据 你勾结外国势力 就是证据确作 是吧 可以这样说 是不是证据确作 是吧 还要姚武扬威 是吧 那你是勾结外国势力 是吧 那我们 你勾结外国势力 是在这儿妖言惑众 是吧 事实 从共产党来说 不过大家的说法不一样 我说我新张正义 他说我妖言惑众 大家价值观中 大家价值观中 你是勾结外国势力 但是他认为你 而且是证据确作 是吧 那些是事实 我们说的就是言论 是吧 你那些是行动 是吧 你不是说 我争取国际奥援 在言论上 我写文章 在《紐友时报》寫文 是吧 你不是的 你实牙实耻 去国会山庄 你实牙实耻 去见副总统 见国务卿 那是什么 你共产党 共产党来说 他们的标准 这些还不是勾结外国势力 喂 反过来 我们现在可以说一件事 很简单 你天天在说 你老婆搞激进 那些激进示威 那些就害死香港 港独 就会令到共产党 对香港出手 你是这样说的 是吧 你现在李柱明 也是这样说的 是吧 那如果你这样说 是对的话 那有些人就可以说 你老婆 你勾结外国势力 搞得到我们香港 现在鸡毛鸭血 国安法也杀到来 可以吗 同样的邏輯 是吧 一样可以 是吧 你不搞 就没这些东西了 你不去勾结外国势力 那国安法也不会被杀到来 就屌你了 是吧 你害救我们香港人 是吧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如果你那种港法成立的话 因为有人搞港独 甚至乎多好事 就屌你了 你怎么会把我帮我摊 在刘世良的节目上说 是 是 你这么乎不负责 你为什么这么说话 是吧 你这么乎阴毒的 所以我一定不能放过你的乎 你百分之百欧结外国势力 拉勾他就对了 哇 个个现在群政公勇 拉肥佬丽就不行 全部一定 你为什么不所谓他以前说的 他以前做过什么 你份报纸以前做过什么 我不会被港独的言论 在我报纸上出现 是你的乎说 是呀 是谁是港独的 一定不可以在那张报纸 我们不会和他做报纸 不会给他评论 是吧 香港就被港独死了 那是你说的 是吧 是吧 那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说 你这个乎够 勾结外国势力 做到此层层 是吧 有具体的行动 是不是你会拘捕你这个乎 是吧 是吧 真是的 所以这些人 你怎么能靠得住 我告诉你 是不是 都想更改保释条件 我已经准备走路 我捉你了 你做完 你捉你了 你捉到我们鸡毛鸭 你又跑了 我都可以这样说 李柱明就好了 他一定不会走 他百多勾了 是不是 是吧 陳芳可秋也不会走 最多他退出江湖 最多他退出江湖 是吧 退出政界 退出政治 退出政治工作 那就退出江湖 那不是江湖 那不是江湖 那是江湖 我告诉你 你想到政治 不是江湖 是不是 政治一定是江湖 你什么江湖的人 那是江湖道義 很社会公義的 那是江湖 我告诉你 是吧 是吧 先过了一会儿 吃飽了一会儿 下次回分解 听电话 是 是 谢谢 谢谢